另外再带您看到一元黄兴则是针对吉安乡的道路 以及花莲火车站至吉安甘城站间 原线铁路立体化和保留烟业场作为历史风貌区 以及文化公园绿地使用等议题提出质询 先一元黄兴则是针对吉安乡中正路继续向延伸到木瓜溪之前 花莲火车站到吉安甘城间原线铁路立体化 以及火化烟业场等议题提出质询 那芝卡县道路再推上去就是一直到木瓜溪 这一段是2.3公里是我们中正路的最后一段一里路 所以现在已经加农部已经公告完成了 道路是花29线花子9节部分的延伸 那希望县政府在这个区块能够继续的一个努力 但因为现在重大的建设预算金会都很庞大 县政府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 包括土地的征收 当然他有长期的计划的部分 我们可以着步先做规划 那将来要在规划的路段也可以分段来做执行 如果我们的议算有限的部分 总是要努力去做 因为这个是中正路重要道路的一个延伸 也能够缩缓我们舒嬅改通车以后 在吉安乡道路的部分能够分流 舒散那个庸赛的一个情形 尤其是假日或者是我们休息的时间的部分 道路的部分都非常非常的拥挤 我们希望他高架的部阻 花莲市开始一直到我们的吉安乡最南端的一个干城村 干城火车站的部分到木瓜西桥 因为他木瓜西桥现在也因为铁路双轨电气化 在高架的话也必须要整理 因为他的静宽铁路桥的静宽跟高度都不足 这必须要再做深度的一个检讨 也是要改善 那利用这样的机会 大概铁路电气化高架的部分 能够互相结合 让我们整个吉安乡的部分 交通的部分能够混合之外 也解决我们长期三支排水淹水的一个问题 因为铁路的一个阻隔 那排水没有办法顺畅也产生了 让老百姓生命财产的问题饱缩 饱缩了忧郁 包括我们铁路平交道的一个安全 都出了很多的A1的一个车祸 社会成本的实在是太高 但是县政府现在目前的部分 延伸到吉安的部分 甘政府在那部分 保重有8.3公里的部分 要170几亿 既然这样计划的话 应该前如是不是中央来吸收 前置来建置 因为铁路是环岛 是大家都来共用 不是唯独我们花莲县来做使用 建议黄信表示 原请县政府协助江湘公所启动 江湘都市计划通盘检讨前置作业的执行 并且在110年前正式进入通盘检讨的作业 将花东铁路以东涵盖人里烟业场 南浦交友站以及涵盖总面积35公顷的农业区等土地 并更为商业区或住宅区 并且划设前后站能够相通道路 与台九线集合物连结 将来铁路双轨天气化以及高加化之后 不仅奉合主要道路 也带动吉安铁路与东土地利用 以及商业繁荣经济的效应 记得继续欢迎收到